补党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杨伟中在太平洋库克群岛溺水身亡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西表示 杨伟中生前几乎每天批判老东嫁国民党 怎么好意思再挂名国民党前发言人 国民党真的要这样任人糟蹋 面对这样一个不义的叛江 国民党的容忍度可真是让人无言 李来西在脸书发文质疑 杨伟中是党产会的限制委员 明明已经背叛国民党 心中早就没有国民党的存在 国民党也已开除他的党籍 为什么今天的所有的报纸及电子媒体 有之一同不愿碰触他在民进党政府中的角色 是媒体操弄刻意运作的结果吗 李来西指出杨伟中早期常走街头 在劳委会劳动部前身 期间经常参与群众运动 他因职务关系与杨认识但无深交 他曾与陈菊爱将谈起 国民党所用非人 马英九十人不明 想想又以政党请左翼人士担任发言人 不出事也难 果不其然 2016年国民党彻底倒台 树倒胡松散 终究是不欢而散 翻脸成仇 令则其主 李来西说 这几年他从事年金改革抗争运动 杨伟中不仅没有一丝一语好话 几次与他同台正论节目 极尽讽刺之能事 为虎坐舱实在让人私之作呕 利用他不在场的时段 极尽所能地羞辱军工交人员 军工交人员与他无冤无仇 恩乡仇报已不足以形容他对羊的感受 听到好孩 黎民可期 天命难为 李来西 联合报细资料照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